Hello 大家好 我是JuJu 今天又到了youtube的時間 平時如果想把圖片或相片去背 方法都相對簡單 可以運用一些Apps 甚至乎一些網站 例如RemoveBG 或者Play Version Canva 都可以很簡單做到 但如果想把影片的背景去remove 可能難度就會高一點 通常我們會使用一個綠幕 進行綠幕勾像的remove green screen 才可以做到remove background的效果 但最近被我發現了一個App 就是CAPCUT 它不需要用任何green screen 還是Instagram的影片 再按kle River primit 就可以把錄影 當然這部分是至於無盜角度的鏡頭 也未必可cl Democracy 不理會從很清楚 但如果你想簡單 把影片去背 這個App 都不失最後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不會和 Kita消 spoke 讓我們一下子外 先把影片去背 我們先打開CAPCUT 打開之後 我們 Massachusetts 然後再加入到 screenshots feito還有 created 著一次過來ari 在這個arrate 我現在按按這個按鈕 按按鈕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條影片已經成功放進來了 但你看到最後這一格 是有一個CAPCAD的Logo 我們可以刪除它 按DELTE就可以了 之後第二步 我們會按Overlay Add Overlay 然後選擇我們要取消背景的影片 例如是這條影片 我們按按 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條Overlay B-roll Video Clip 之前搭在背景的影片上面 下一步 我們就準備把Overlay的影片 將它取消背景去背 我們先選擇Overlay的Radio Clip 接著在下面我們選擇 Remove Background 你就會看到整個背景已經沒有了 現在我們可以用兩隻手指按住我們的環境 將我們已經取消背景的主角色 放大縮小 甚至乎移動畫面的任何位置都可以 多地移動畫面的位置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背景 其實CAPCAD的App 除了可以取消背景之外 還有其他功能 我們都可以用 例如它都可以有不同的Fildering effect 按按按按按按按鈕 也都可以做到不同的影片 當我們去做Video Editing的時候 只需要用手指按按下我們的Videos Bar 將它推前、拉後 就能看見畫面不同的變化 另外如果想在影片加上不同的Sticker 或是Text文字的話 我們可以按上前面的箭咀 我們就有Audio Text Sticker 功能 來選擇了 例如我先去Sticker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Emoji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心 旅行Vlog的Sticker 就連綜藝Sticker都有 在這裡我們可以隨意選選我們想要的Sticker 之後用兩隻手指按著Sticker 隨意調校大小和位置 如果想加入文字的話 也可以按Add Text 輸入我們想要的文字 可以選擇不同的文字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字Bubble 可以給大家選擇 去Animation這裡也有不同的文字Animation 給大家選擇 想調校文字的位置 我們可以按住Text Bar 等到Dim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移動 也可以按住Text Bar的尾端 調整Text的Duration和長度 Edit Sticker的做法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先看畫面的變化 假設我想Sticker在這個位置Sprick開 我只需要按Sticker這條Bar 之後你就會看到一條白色的直線 我們可以按Sprick 你就會看到這個Sticker已經Sprick開了兩隻 我們只需要Delete 刪除我們不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上不同的音樂 加上我們想要的Soundtrack Music之後 我們可以按這個Music Soundtrack 大家會看到它點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移動了 移動了 移動了想要的位置 就是這麼簡單 就完成了Video Background Remove Editing 我們一起看看Final Result 好 今天時間就完成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留言給我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 字幕廣敷